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积极出口 但是我们隔壁的日本 他们的东西都有品牌 国外的厂商也都抢着药 消费者也都抢着药 但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 失落了20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解药 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刚刚影片中出现了 复利率 日本的复利率 换句话讲就是今天银行 把钱拿到他们的中央银行 日本银行去存钱的时候 他还必须要花费一笔成本 那对民间消费者来讲 我今天拿钱去银行存 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利息可以领 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零利率 甚至说负利率的概念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 我们来想想看 之前我们在借贷市场谈到 希望能够降低利率 其实就要刺激的就是投资 所以希望能够促进投资 带动所谓的经济成长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并没有效果呢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学过的商品市场 这个商品市场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厂商 厂商他今天从商品市场获利 那同样厂商获利之后 他也会有所谓的支出 就是投资继续来扩厂 然后或者说继续来增加 他的商品上的一些能量 好那在另外的一个要素市场上面 那我们就这边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加户也就是消费者 在商品市场我们是有消费的支出 所以这里有一个循环 在商品市场就是加户 也就是消费者会把金钱 就是这个金流从消费支出到商品市场 那厂商就可以透过商品市场 有所谓的销售的收益 好那厂商从收益里头 他有一部分是在要素市场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劳动市场 好那厂商在要素市场 就是他支出的成本 那有一部分的钱 他赚了钱 他就是投资到所谓的商品市场上面去 那同样的消费者就是个加户单位 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他在要素市场获得的收入 他就可以到商品市场去买东西 好那另外 这个借贷市场 我们刚也提到了 如果今天消费者 我在要素市场 就是获得薪资 那有一部分的花费 我在商品市场并没有全部花完之后 我会怎么办 我会到借贷市场 也就是我把钱存在银行 好这个就到了借贷市场 就变成了所谓的借贷市场的资金的供给者 那厂商除了有一部分支付 就是要素市场之外 那有一部分投资 如果我的钱不够 我可以到银行 也就是在借贷市场去借钱 那增就是做投资支出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 日本希望能够降息 刺激投资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借贷市场 影响厂商的行为 然后刺激所谓的商品市场 或者是说带动商品市场的一个成长 那这个循环 这三个市场 基本上是环环相扣 所以我们常说 日本的商品 它都有品牌 其实也都卖得不错 但是日本的经济 到底哪里出问题 从这个循环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的商品有品牌 我的商品卖得还不错 事实上那是在商品市场上的一个成果 但我的借贷市场上面出了大问题 日本的借贷市场 在90年代初期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其实它的功能就非常非常虚弱 其实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说影响日本整个经济 最弱的一个环节 就在借贷市场 好 那这个经济循环呢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国外部门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谈的 在国际经济上面有国际贸易 也就是进出口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际金融 就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的汇率 好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国外 就是我们的国外市场的这个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在整个经济循环里面 政府的角色 政府其实在经济循环里头 政府是一个分配的角色 那它并不生产 它从家户单位或从所谓的厂商 这里征收税 那这些税 它可以做它的政府的公共投资 它也可以做它的政策性的 一些消费性的支出 那这个是政府的角色 所以如果整个市场 整个经济的循环是健全的 那政府它的介入就不需要太多 这就是大家在谈的市场的机制 小政府大市场 那也有一些学者主张 所有的事情事实上 没有办法由市场全部去南瓜 所以政府在某些角色部分 它或是说某些政策上面 它也必须要强力的介入 所以这张经济循环图 我们如果把它看成像是一个人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市场 事实上就像是不同的功能的系统 比方说我们有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排泄系统 内分泌系统 那这些系统就像是每一个市场 只要我们的系统 消化系统出了问题 那就不健康 所以整个的经济循环 只要有一个环节 它的体质稍微弱了一点 那整个的我们说一个社会 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 它就会出问题 那很明显的 日本今天在借贷市场上面 在资本市场上面 它就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跟经济成长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如果GDP GDP事实上GDP的成长 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 那这里头的几个部分 比方说消费 比方说投资 比方说政府支出 比方说净出口 所谓的净出口 就是出口减掉进口 这个叫净出口 这就是构成GDP的四大的要素 那这四大要素里头 就是靠着这几个市场 在这里做营作 所以要去解决一个 我们说国家的一个经济 或者是说你要去了解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体质 你只要注意这几个市场 或者是说了解这几个市场 它的功能是不是有顺畅的运作 就可以大概为这个国家 或者说为这个经济体系把脉 好 我们用个例子来看 这个是世界经济论坛 它每年会做的一个评比 好 那台湾从2010年到2014年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排名 大概就是12名到14名之间 好 那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排名 也大概是我们政府当局非常注重的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像成绩单的东西 好 那每年这个一公布 大概报纸上面都会稍微谈一下 还好的 我们又进步了多少名 或是我们又退步了多少名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是什么 这里是它的几个重要的指标 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效率增强 你会发现它在看台湾 或者说看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体质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看所谓的竞争力 很好 它看的就是商品市场效率 劳动市场的效率 金融市场的一个发展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只要了解了它的经济循环 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这张 之前的这张经济循环图上面 这几个市场构建权 那经济体质就好 那当然它在这个排名上面 或者说所谓的评比上面 它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成绩 但如果它在劳动市场出了问题 或者是说它今天在金融市场 借贷市场出了大问题 那即便它的商品市场再健全 那整个的经济体质也是不够好的 好 那今天课程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问题